除了荃灣區、海濱住宅區人口上升 令荃灣區對商務、生活、娛樂等各方面配套的需求大增 在各式新興行業崛起及大動下 荃灣區對新營商下的需求更加欣切 針對荃灣西的蜕變 已經發展功不可沒 繼環貿廣場項目成功後 沙咀道39號將在下一城 以與時並進的建築設計配合市場需要 為新興行業提供一個極具潛力的優質選擇 沙咀道39號由國際著名建築師精心打造 外形別墅一格 地下是電梯大堂 花園平台設於一樓 寫字樓單位分佈於物業二樓至二十二樓 由於近年不少新創企業進駐荃灣 發展商亦特別聚焦在中小型企業 刻意打造市場上較為罕有的細面積單位 寫字樓單位面積約406尺至1471平方尺 而全層面積約8571至9668平方尺 間隔方正實用部分單位更附有平台 其中6至22樓以市場較高規格約4.78米的高樓底設計 加上採用玻璃幕牆 不但採光度高更大大增加空間感 大廈設有三部載客電梯 其中一部更可直達地庫停車場 而三層地庫停車場可合共提供86個私家車位 和9個電單車位 每個車位均預留位置 工日後安裝電動車充電系統之用 坐擁荃灣及荃灣西兩鐵匯聚之便 附近亦北伐巴士小巴 步行前往跨景巴士站 僅5分鐘步程 前往主要商業區 機場六路關口僅約20分鐘車程 往來各區方便快捷 沙咀道39號擁有特色拱門設計 以幾何線條勾出選址的標誌性 細將成為區內商貿新地標